顺芬 这事你能解决 我能解决我也不能帮你 因为那是你的父亲 我的长辈 我不好意思 顺芬 大姐夫求你 你帮我解决行不行 我实在没办法 大姐夫求你 大姐夫也有求我的时候 你都自己说到说到 顺芬 这么着 咱俩交换个条件 我要解决了怎么办 你要解决了这个事 以后你随便坑我 你想怎么坑我 你怎么坑我 我坑你一年 长辈 你把自己搭进去了 大姐夫 还得问你两个问题 你说 第一个问题 咱们家里 谁是颜值担当 你 我舒服 第二 你是怎么当上的这个物业副经理啊你 我是他的 跟健保邻居们说 健保邻居们我我怎么当上这个物业副经理的 我是踏着你的鲜血踩着你的肩膀 薅着你的头发当上副经理的 我帮你 就这么着你听我干 这么缺德的事我可办不成 缺德的事你别带着 缺德的事我干 这怎么是缺德的事 不是 师傅 你这回不是办缺德的事 你是办了一个好事 我帮你啊 我叫他了 请请请 爸 爸您出来吃饭吧 不吃 爸您不吃 咱们家那只公鸡也得吃啊 就你们仨啊 原来满屋的是人 怎么自打我来了 只见鸡不见人啊 爸您就知足了 过两天就剩您和鸡了 哎呦 后来大叔 你可是太帅了 刚才你在屋里忙什么呢 写材料 我告诉张警官 哦写完了吗 写着写着我想起一件事 哦什么事啊 大事 什么大事 不会写字 爸 您不会写字 您写什么呀 您告诉你张警官干什么呀 写 怎么不写啊 必须写 哦 哎 大叔怎么惹着这个张警官了 不就是养了一只鸡吗 啊 这只鸡怎么了 不就是白天打个名 晚上叨个人 到处拉个屎吗 2017年是鸡年 这是吉祥物 你张警官凭什么 这么对待吉祥物啊 钱春芳 真是 好孩子 嗯 虽然小区反映你这个人 有点歪 嗯 我觉得你很正啊 会写字吗 我会写字啊 替大爷写 我写 嗯 来来来来 哎你说 起来起来 给你听说让个动 第一 哎 他执行公务 我没意见 但是他态度不好 对 态度不好 哦 爸 人家怎么态度不好了 我这么大岁数 他进门 应不应该喊我一声 大爷 应该 应该啊 他没喊 那他喊的什么呀 哦 他喊我老爷子 又喊老爷子不对呀 不对 当然不对了 这 老爷子是谁呀 老爷子是老爷的儿子 你应该叫舅舅 无亲不叫舅 好家伙叫舅舅 那就是骂人 他说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啊 小张警官 一进门 对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同志 大喝一声 小舅舅 我没看错你 你小的是真聪明 他可比你们俩都坏啊 那倒是 继续学 哎 哎哎哎 第二 第二 他不按规章制度办事 哦 他进屋不换拖鞋 哎呦 爸 你看咱家一地鸡把 换啥拖鞋 再说了 你没给人背拖鞋呀 咱们没给他背 他自己不会背啊 城里人生活我知道 买房卖房 走亲 房友 那进人的屋都得换拖鞋 有的人还自己带鞋套 哎 一个警察到人民群众家里去 人们群众没给他背拖鞋 他自己不会背一双啊 我们还没给他背手枪呢 没背手铐 没背对讲机 他来的时候怎么都带着呀 他说 我可不可以这么写 这个小张警官 一进门 左手拿手枪 右手拿手铐 大喝一声 小救赛 把你的气盒给你了 先生哥 咱哥俩是真聪贴的 哎 大叔 你刚才说什么咱咱什么俩 哥俩 别光听我见啊 我们是哥俩 你你你你你叫我点什么的 叫 叔叔快写吧 哎 我的名字 卯有素 误览 妈 看 我